晚风古巴以预赛四胜的好成绩成功前进东京 如果能够成功夺冠 每位球员都能拿到700万元的国光奖金振奋人心 而球队地下司令其实是捕手 神秘的暗号大解密 捕手会用手势来告诉投手要投什么球 但短短不到5秒钟就比出十几个动作手势 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全是假动作 而这些手势又代表什么暗号 来看以下的报道 大棒一挥挥出一支满贯全力打 殿下胜了一基础写下队史最佳记录 进入四强赛挺进日本东京 假使顺利夺冠 每位球员更能获得700万元的国光奖金 锦上添花 事实上球场上的地下司令原来是捕手 想精准配球又不想被对手看穿 上演叠对叠戏码 教练给了这个手势 就原封普通的在BGA 投手看 什么什么快到看不清 只见捕手先全身摸一遍 接着在身前不断变化 手指不到五秒的时间 暗号沟通就已经完成 到底说了什么 比了一个外角球 那比了一个二 他基本上应该就是希望 偷手把球丢在外角 有可能是一颗二防线式球 仔细看分解动作 先比了一个一再比了一个二 一代表要投出外角 二是直球种类 实际投出的确是一个直球 但动作那么多 其他竟然全是假动作 为了要防止跑列者偷暗号 然后会去比可能四至五个 然后每队看的暗号 可能就是会看第一个或第二个 或是最后一个 网络暗号比法 一通常是直球 二是曲球 三是滑球 四是变速球 职棒教练下战术也是乐乐等 真正暗号却只有一个 不过不管是哪种暗号 每次球队暗号其实都不一样 甚至还会准备好几组随时切换 它可能会比很多 然后会有一个启动点 就只有启动点 下面那个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棒球不止暗号复杂 球的制作更复杂 软木球制成的核心 在城上多达四次的缠线 让球能被反复打击还能复原 最后裹上联合器 把皮革缝上才完成 一颗球得耗时整整一个星期才完成 从球到暗号 棒球学问不小 接下来王俊远 陈志茂 台中报道